對 其實我從參選的開始 我過去的被抹黑的案子 就不斷的被提及 那面對這個案子 其實本質上 我跟現在的MeToo 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件事情 這是成年舊案 七年前發生的事情 當時其實就經過司法判決 還我清白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面對這個案子 我的態度 其實坦白講 我不斷的解釋 光是今天我們受訪這個場地 我就已經解釋了第三次 那公開不公開的場合 包含專訪 加起來大大小十幾次一定有 所以對我而言 其實這個案子已經夠清楚了 而且社會上我99.9%的人 大概都理解 我在這個案子上 是清白的角色 可是問題是因為是選舉 選舉的過程中 免不了有敵對政黨 或者是同黨的人 比如說 永和後悉里的莊明院里長 他都會拿這些來作為攻擊 那就像我昨天臉書上所寫的 裝死的人叫不行 他們我覺得已經不是裝睡了 就是我公開大大小小解釋十幾次 他們依舊要指責我是不清白的 然後以這個來做政治上的攻擊 對我來說 第一個 我在選舉中變成很多人的劍拔 這是事實 另外一件事情是 其實賴清德主席 在民進黨做性評改革的時候 我也會變成很多人的黨劍牌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 我應該退一步 讓整個民進黨有做性評改革的空間 還民進黨能夠真正做性評改革的可能 所以我這個決定 並不是衝動下的決定 是百分之百理性 而且經過跟民進黨的決策層 有充分討論後的決定 希望透過我這個退這一步 讓民進黨在性評改革上 有更大的空間 那昨天我也特別強調 就是說我雖然退出了這場選舉 可是有三個不變 第一個不變 就是說我認同民主大聯盟的價值不變 本來在面對中國侵略的時候 我認為除了統派之外 都是大家要團結的對象 這是民主大聯盟的核心 所以我當然認同民主大聯盟 持續跨黨派跨領域 然後跨年齡來找尋優秀人才一起合作 這是第一個不變 第二個不變就是我希望永和翻轉的不變 這個我剛被徵召的時候 我就說永和已經37年沒有換過民意代表了 我認為永和應該翻轉 當時是這樣想 經過兩個禮拜 我在永和接觸基層的感受 更是這樣想 永和的基層 我真的感受到他們希望翻轉 所以我也期許民進黨可以推薦出 更有能量的人來翻轉永和 那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 我會全力以赴 一不容辭 這第二個不變 第三個不變 當然是捍衛清白不變 我覺得公眾人物的清白 還是跟著他一輩子 很多人倒聽途說 發一些幻想文 講一些沒有證據的猜測 這對我來說 都是選舉中必經的過程 可是站在候選人的角度 我當然就只能不斷的澄清 可是現在我已經不是候選人的角色 對我而言 做所有的司法的手段 都是我自我救濟的方式之一 所以我接下來會把過去 所有那些躲在螢幕後面的鍵盤俠 對我肆無忌憚抹黑的人 我會一一提告 我會讓他們知道說 不實言論是有代價的 我還想問一下 聽說昨天晚上 有跟你聊了一下 潘孟安 不是 我們其實這個討論 是一直都有滾動式討論 因為是在選舉的過程中 每個禮拜都會針對選情 做滾動式討論 所以這件退選的這個決定 當然是我心中有這個發想 那我們在跟黨的決策層 做討論的時候 也不是昨天晚上 他沒有那麼的臨時 應該是在這一兩天 都有討論 討論過程中 其實雙方針對這件事情 有達成共識 就是說或許這個黨中央 也需要一些空間 站在我的角度 我自己也需要一些空間 所以其實各退一步的話 就像我昨天講的嘛 這個退後原來是向前 就是插秧的時候 你以為你在退後 其實你在退後的過程中 你是把整個田都插滿了 這個退後的過程中 反而會讓整個民進黨 尤其是賴清德主席 在處理性品案的時候 會有更大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做這個決定 最大的主要原因 那件事情是因為聽說 其實派門案在過去幾週的時候 就有希望你可以知難而退 那怎麼看這個 完全沒有這件事 完全沒有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情是 不斷動態在發展 因為你們都是在媒體前面 應該都非常熟悉的人 其實我的案情 從我被提名的前兩天 開始有人爆料 那到後來有一段時間 幾天內其實討論 已經逐漸減少了 是後來到民進黨發生了 MeToo事件 一件 兩件 三件 四件 五件 六件 出來之後 才會變成所謂的共犯效應 否則其實就一般的選舉 或一般政治來說 我的案情早就結束了 那即便是MeToo事件爆發之後 其實你們也沒來訪問過我 你們也沒來討論過我 所以對我而言 其實比較像是掃到颱風尾 那在這樣被掃到颱風尾的過程中 我如果堅持在這個位置上的話 就像我剛剛講 我會變成很多有心人的箭靶 也會變成很多想要逃避問題人的擋箭牌 一個人同時身為箭靶跟擋箭牌 其實壓力是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空間要浪出來 浪出來之後 我認為民進黨就會脫離這個泥落 尤其是現在性民風暴燒到藍營 我蠻期待看看藍營的支持者 或藍營的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如果面對他們自己面對性平安的雙重標準 比如說他們的陳雪森委員明明被判刑的 我們現在談的所有性平安都是有一方執政 還沒有被判刑 你明明被判刑的 為什麼還可以選得下去 比如說藍營的意見領袖朱學恆 被控有強吻中沛君等事 我覺得藍綠面對性平都要同一個標準 不要雙標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有助於讓 台灣社會在性別平權上往前走一步 讓藍綠都為這件事來去做努力跟推動 那之後的人選有跟黨中央討論過 還是說黨中央現在已經有一個名單 黨中央現在應該是還沒有名單 但我覺得第一個有人在爭取 比如說永和後悉裡的莊明淵里長 我覺得他可以好好跟黨中央爭取 來看說他的實力跟他的能量在哪裡 那黨中央又慎重考慮莊明淵 因為莊明淵真的很積極很熱情 然後他宣稱他自己基層實力很強 所以我覺得黨中央要真的認真考慮莊明淵 否則他如果又跳出來對整合不利 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其實永和是監困選區 那一般的以民進黨基礎打法 坦白講是很難獲勝的 所以我才講說如果啦 我期許民進黨可以找到出有能量的人 有能量的人來佔永和這一區 那用得上我的話我都會努力浮選 我講真的一不容辭 少接拜票來上我的節目 我在媒體上幫他推廣 我自己的直播我的粉絲專頁 都有社會影響力 我會努力來幫他推廣的 前陣子就有很多聲音要你退選 但怎麼會挑這個時間點 不是因為對於我來說 前陣子的退選 都是一個政治上的攻擊 站在候選人的角度 面對政治的攻擊 絕對不能往後退 往後退就是認輸 往後退就是任由對方抹黑 所以我選擇方式很清楚 我在經歷過十幾次以上的解釋 來證明自己清白之後 包含社會上對我的認同之後 我回過頭來以整體大戰略的考量 我願意往後退一步 我覺得雖然同樣都是退選 可是在整個價值上 跟整個面對自己清白證明的方式上 是完全不同的 你們大家其實也訪問過非常多的候選人 或政治人物 其實沒有幾個政治人物 在面對自己的抹黑 能夠像我一樣坦然的方式 然後解釋的密度跟亮度 來去處理自己面對到的爭議 我坦白講我已經做到 我認為我做到一個候選人 或一個政治人物可以做的極限 那在這件事情做完之後 我沒有遺憾 我沒有遺憾之後呢 從大局上來考量化 確實我退一步 對於民進黨來說空間更大 會擔心自己的退選 造成擔心的民主大聯盟的一個破口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們最後的評估就是說 如果我跟在這邊的話 只要民主大聯盟一出來 就會被有幸的人操作成 哇你這個民主大聯盟 其實是不信品大聯盟 我覺得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 在選舉的過程中 總是會面臨到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 就是沒有一條路是完全沒有傷的路 也沒有一條選擇是會加分的選擇 你只能在扣分的選項中 選擇一個扣分比較少的選擇 這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這是我過去長期擔任幕僚得到的經驗 所以在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 我做退後一步的動作 我認為 反而讓民主大聯盟有了生機 有了改變的可能 這件事情我覺得 反而是好事啊 這要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在你昨天的貼文當中 有特別點名說 你要撼會你相當的清白嘛 但是因為當中也沒有提起道歉 或是一些抱歉的言語 也被說是有沒有像當年的領事件 我覺得跟道歉跟抱歉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們去了解過去的案情的話 其實它的本質是我在跟女方提分手的過程中 女方不願意接受 女方不願意接受之後 女方選擇跟我前同事 對我做一個惡意跟抹黑的爆料 本質上在這個事件裡面 我的受傷很重啊 所以說我其實坦白講 我不太知道我要跟誰道歉 我覺得是抹黑我的人需要跟我一個道歉 那我到此時此刻 我都還選擇保護女方 其實很多人建議我說 那很簡單我就狀告女方 或是說叫女方出來等等的 可是我當時就講過 我答應過女方的家長 我會讓她不要曝光 因為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 曝光等於社會性死亡 所以這件事會跟著她一輩子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信守承諾 所以我不覺得我需要跟任何一個人道歉 我唯一道歉的對象應該是我爸媽啦 我爸媽最近是非常非常壓力很大 那因為他們也是普通人 然後看到自己的兒子 這個在電視機前面被嚴刑拷打 所以如果要我道歉的話 我要跟爸還有媽道歉 對不起讓你們擔心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